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正勝 涉及金華城案 已經被檢方來宣押禁見 但是在北院月券停的期間 卻傳出他身體不適 甚至在用藥之後 數度嘔吐喘氣 在經過救護人員判定 有借戶就醫的需求之後 也緊急將他送到了 北市聯誼的和平院區來救治 中午十二點多 借戶送醫的彭正先 在就醫約四個小時後 坐著地院的車回到北界 彭正先生身體狀況還好嗎 車上的他戴口罩頭滴滴 用紅色外套遮住聖靠的手 身體還好嗎 彭正先生還好嗎 彭正先生 彭正先生這個也算是 我們的一個工房的 絕對不是啦 絕對不是 因為彭腹身體就是 發生這個事情之後就不是很好 他常常會有暈眩的狀況發生 律師嚴正澄清 彭正先生原本就有 慢性病 絕非法律攻防手段 也因為彭正先生提前返回台北地方法院 並不影響晚間八點和柯文哲的 積壓庭進行 事實上不只彭正先生的謝姓妻子 前一天首度遭北檢作為精華城案 證人傳喚道案 八月十二號 北檢就第一次傳喚 彭正先生道案說明 遭限制出境出海 兩週後 彭正先生到議會調查小組說明 更坦承被指派擔任精華城案PM 八月三十號 二度被北檢傳喚 直接咬出當時是柯文哲指示的 彭正先生講的跟柯文哲講的 第一個可能有些出入 那到底誰是在說謊話 那我為了避免串供 把兩個都抓起來 精華城案 檢方一步步抽絲剝繭 彭正先生政貢成為關鍵 但一度借戶送醫 成為積壓庭前的意外插曲 民視新聞黃國誠 楊玉琴 方中懷 胡崇恩 台北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